哈喽大家好 我是镜片600度 我们来拆个快递 耳机插头部位断了 希望可以接起来 断了的部分和插头接起来 这地方断了可以看到 我们万一秒测一下 看断的彻不彻底 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这个橡皮掉了 这个橡皮掉了我还没找到很好的浇水去沾它 看了好多浇水都不行 都容易发白 类似伍尼亚那样的 买不到真正的硅胶的浇水 这就是硅胶 如果有粉丝知道这种专门蘸这种浇水的 可以给我私信一下 我谢谢你 浇水沾不上 怎么什么浇水都沾不上 所以它这个我也沾不上 本来就是 不是我搞的 不是我搞的 一点声音也没有 可能是线里面挡路了 把架来我们把它给操作一下 把它给剪断 剪断了 这外壳可能保留不了了 外壳可能就要破坏掉了 因为没有这样的外壳 这种外壳也不能完整的去除 这部502既然粘广 感觉它焦发白 好 这种外壳就不行了 外壳的话我们可能要 重新选个白色外壳 外面再包一个黑色热色管 这样好看一点 那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个夹具 把这个叉头给夹起来 夹起来我们的显微镜下面 把它给外壳给去掉 去掉之后我们来焊接引线 在去除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一下它引线的另翼 稍微留意一下 它的引线定义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在焊接的时候 更好的去焊接 不然的话 万一秒去量好麻烦呢 我们将来我们的显微镜下面 把它外壳给去掉 好 这个外壳我们就去掉了 然后我们用这个拿了一个想想苹果的外壳给穿进去 它这个在厂家的时候都是机器压模的 所以我们修的话就这样了 不可能说没有机器去压模 就像这样的抗拉环 像这样的 找个小一点的话 把它压起来 放大一点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穿进去 好 捏好之后呢 那我们要再看一下 能不能拉到这个孔里面 好 没问题的 出不来的 好 接下来我们把引线处理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在显微镜下面 把它焊接上 就可以了 好的 耳机我们修好了 所以在焊接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个注意要点 第一个就是 它的引线的顺序 我们在拆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 因为不同的生产厂家 线材的颜色不一样 我们如果不知道顺序 然后去万一表测量的话 可能会浪费时间 第二个就是上溪的时候呢 在焊机上面打一点焊油 然后用烙铁400度去烫它 千万不要用火 打火机去烧 烧的话一旦氧化了 它就是不容易上溪 我们先试一下吧 打开这个播放器 看一下线控 好像可以 棉耳机都可以 这耳机外面都冒油了 这边一点破皮 这边没问题 好的 这个没问题了 下来我们把它封胶一下 就不演示了 很简单 搞一点胶 换进去 然后固定起来 然后外面的华彩银层热车管 把它给包起来 就可以了 好的 感谢你的收看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